这看着像哨水还散发着恶臭味的汤泥打喝吗 这就是我国贵州的神采 安汤 毫不夸张 他的年纪已经过百岁 号称一汤传三代 人走汤还在 而他的秘诀就在于岁月的沉淀 越酒味道越浓越正宗 他的诞生是在数百年前的贵州雷山的苗族里 当时没有储藏食物的天然条件 而苗族人又非常的珍惜食物 于是就将吃不完的剩菜存放在坛子中 为了保证没有细菌滋生 还会向里面倒入白酒 食盐灯辅助保存 就这样久而久之 初闻辅助熏皮 在吃满口流香的安汤应运而生 别看他看起来倒胃口 但在当地可是宁舍十顿肉 不舍一碗安汤的存在 这种语言词别而香 那汤就那么多会不会越吃越少呢 其实他的制作是持续的过程 百年老汤就如同臭豆腐的卤汁 每次从里取出后 还会在巷里加入 带皮的五花肉 采洗尽些好的青菜 炒出香味的玉米粒 大杂会搬一股脑筒扔进坛子中 再将坛子放在阴凉通风处 静待岁月的沉淀 在当地有这样的一碗百年老汤 那就是最珍贵的传家之宝 为了挑战味蕾的极限 很多人去品尝安汤 吃一边吃一边吐 一边吐一边吃 那你有勇气去挑战这么极致的安汤吗